将60克的葡萄糖完全燃烧后可得到多少公克的水 首先我们要先写出葡萄糖完全燃烧的方程是 燃烧必须要跟助燃物氧气一起作用 产物则是有碳的话则为二氧化碳 有氢的话则产物会有水 接着平衡系数 左边六个碳因此二氧化碳为六倍 左边十二氢因此水为六倍 接着我们看氧数目 右边氧数目62加6等于18 这有六个氧因此差12个氧 因此氧气系数则为六倍 因此按照提议 反应前葡萄糖有60公克 葡萄糖的分质量180 因此它有60除180 这么多木耳 而氧气则是过量 而二氧化碳跟水是生成物 一开始并没有生成物 完全燃烧表示为完全反应 因此反应到最后的时候 葡萄糖没有了 因此消耗掉三分之一 木耳 然而方程的系数比就跟反应物的消耗量 与生成物的生成量的木耳数比有关 所以氧气则必须要消耗掉三分之六木耳 而二氧化碳可生成三分之六木耳 水生成三分之六木耳 因此最后可以得到水的木耳数为 零加三分之六 也就是两木耳的水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多少公克水 再将水的重量算出来即可 重量等于木耳数乘上分之量 水的木耳数为两木耳 分之量为18克除以木耳 因此等于36克 所以答案为第一选项